大家好,我是Elly 然後,所以大家有些人知道我在當地待遺 然後過去的六個月來,我都發現政府很喜歡做一些不對的事情 用不對的方式 然後,問題常常都出在他們用,就是缺少很跨組織 或是,就是越過官僚層級 或是,就是,就是在機關裡面 呃,就是對內跟對外都公開的方式去溝通 然後所以從,自從上次大松 我就開始做了一個,用國發會有一個資料集 就是政府機關之間的通訊錄 來做了一個政府機關的回饋平台 然後,我接下來就繼續用demo來講吧 然後,反正,欸,突然發現我這樣不能打字 反正,就是,呃 有中文嗎? - 中文嗎? - 好,好,謝謝 - 這樣我切換中文 - 換中文 - 很,很顯然有人機關用常務次長是A 很棒 反正就是,呃,這就可以 呃,就是使用者可以直接用 呃,機關的名稱或是機關的議題去搜尋 然後,就網頁會利用那個資料集去排列 根據他機關的層級 所以譬如說,行政院就在最上面 那法務局就在最下面 然後,使用者可以就是給予那個回饋 然後,他可以選擇議題標籤 然後,他也可以搜尋一些議題 譬如說,不當檔產 那,我如果確定之後,我也可以選擇要用各種不同署名的方式 所以可以提供匿名的功能,呃,去做發表 然後,就發佈回饋 那,有趣的地方是,我可以再按下不當檔產 就是我剛剛提供的議題 然後,再去看到,所有對於這個議題 呃,然後發給各種不同機關的回饋 然後,然後 譬如說,我就現在就跳到 就是執行台分數 然後,右邊就有關於 有關於台分數的聯絡資訊 然後,這個將來也是希望能夠 提供一個比較好維護跟 加強這組資料集的介面 所以就按修改之後,你只能可以加入其他 都在那個PocoSpec裡面的一些 就是政治人物的資料啊 或是他的任期等等的資料 呃,對 然後,另外一個有趣的功能是 就是你可以關注就是對於某一個議題 或是對於某一個機關 或是對於某一個議題 去做訂閱那個新聞的 就是,訂閱新的feedback來的時候 收到email的那種功能 那我們也會去爬就是 就是機關首長自己的email 去做反向推播的動作 所以就是他們 會逼迫他們去接受外面的訊息 然後今天要找的方法就是 對react跟redux比較熟的人用的初學者 然後還有對於專案管理有經驗的人 就這樣,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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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